我发现呢 大家不要以为说你们碰不到 因为我发现夫妻间 你要去绑定什么东西 都会吵架 那怎么说呢 因为想要买的东西不一样 对 或者说你要绑哪家 也会不同步 那譬如说 那你绑个子就好了 干嘛要吵架呢 来听我讲一下故事 那我想先跟大家讲 因为呢 我老公是外籍配偶 因为今天这件事情呢 我还特地去Google 发现哎呀 这次外籍配偶 有 也有 对啊 那我就赶快跟我这个美国老公讲 他也很高兴 他觉得太好了 我在台湾住了这么久 脚了那么多岁 终于被认成台湾人了 有那个居留证 台湾政府的美意 他就觉得好高兴 欢天喜地 他可以来用一下 这样子 那我记得那天 7月1号一早上呢 我就跟他讲 因为呢 他的这个信用卡 他有一张那个Costco的联名卡 我们那个名声采买 都是用那张卡 那是他的信用卡 唯一的信用卡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那太好了 你可以绑在那里 对 就绑在那边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们也知道吗 每次在节目上 我都说我的外国老公 很喜欢跟我讲说 我们这个家的钱 你的钱跟我的钱 就是这个家的钱 所以说无论是怎么样 花用都是这个家的开销 不要分你我 也不要分彼此 所以我就想说 那这一次的话 你老公是这样的 外国人他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这一次我想说 那既然是来绑你这张 Costco的联名卡 没问题嘛 也是家的开销嘛 是不是 对 他呢 就开始 我在讲我的 他就开始滑手机 就开始要查说 他要绑哪一家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 他都不动声色 我就说 赶快绑啊 我就要逼他说 赶快现在绑一绑 然后他就 默默就问我说 那我可以绑悠游卡吗 他就说 政府说好像可以绑悠游卡 我说可以啊 可是绑悠游卡要干嘛 我说 这是我们家的这个 你看今天政府嘛 对不对 发了钱给我们家嘛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就是要绑这个 因为Costco 我们真的是很常 在采买嘛 你也没有少吃嘛 是不是 为什么不想绑这一张呢 他就难过了 你知道吗 一脸就是委屈 就说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台湾政府 给我的美意 如果说今天 我在绑在Costco 这个卡上面 就是家用的 这个名声采买就用完 我觉得我很没有感 他觉得他很没有感 无感 他觉得这个是很 就是天大的台湾政府 给我的一个美意 我想要用到 是我很有感觉 那为什么悠游卡就有感呢 好 那我就问他 悠游卡他自己用 对 因为悠游卡他就说 因为我虽然说骑摩托车 可是我悠游卡 我可以去超商 买我要吃东西 我这样嗶嗶嗶 我就这样子 我也很爽你知道吗 对 悠游卡难得会转到三千块 他可以慢慢花 他就觉得说 而且你去Costco 一下就买掉了 对 一次就不够了 我很没有感觉 你知道吗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 听他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其实 蛮不高兴的啦 为什么 因为我就跟他讲 我说 那老公啊 我说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 我也带了盘缠去美国 现金全部都充公 因为我们就开了联名账户 现在回到台湾 为了这个三倍券的事情 你是否开始要跟我分你我了 是不是 天啊 为了这个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说 他强调是台湾政府 给他外籍配偶的美意 他想要有感 对 这个样子 那后来我要提醒他 因为我刚才讲说 其实今天大家讨论很多 这个三倍券这件事情 如果是绑信用卡的 老实讲绑信用卡的话呢 记得电商是不能够加入的 因为呢 其实像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啊 电商是最 成长的 获利最多的平台 所以那时候我老公 还就是在讲说 那不然你没关系 那我把那个Costco联名卡 那不然我去刷一下自己 他想要买一些鞋子还怎样 我就跟他讲说 没有哦 我跟你讲电商不行 一定要去实体的大卖场嘛 对 然后就嘟嘴嘛 然后后来就想说 那不然如果要绑信用卡的话 不然很 我赶快就先刷一下我要买的东西 我说我跟你讲 是7月15号开始 他才开始起算哦 对 就搞不清楚嘛 他就说 就开始就想说 那不然就是我要怎样 我跟你讲 这些都没有办法 所以记得 就是电商是不能用的 接下来就7月15号 绑优优卡有优惠吗 好 这句 这时候来了 他就开始看嘛 优优卡上面 我还记得就是 好像前两万名绑定的话 可能会折大概两百五 还是三百块 就是有 再多出是两百五到三百 所以当我在跟他精神训话的时候呢 他就是在刷 你在刷什么 他说 没有 因为我想绑优优卡 我也想争取到那两万名的名额 你这样一直讲 我那个两百五跟三百块 就是多买乎啊 就等级啊 已经被抢断了 那个一定是没有机会的 那个通常 如果是零点零零分的话 可能那个都给学生 就抢走了 怎么可能抢都没有了 可是他是外籍配偶 他说这台湾政府给我 外籍配偶的美意 我一定要好好运用 他就大家多买一样东西 但是你那个两万个 你就放弃了 对啊 不要跟这个美意 不要跟年轻人抢了 才家庭 看一下 看一下 北市三倍券绑学生卡 现在一万四千张 这现在讲的已经来不及了 他说台北市的敬老卡 爱心卡 或者是高中高职的数位学生卡 再加码一千 对啊 然后这个到昨天晚上六点已经绑到快十五万张了 然后振兴 来 振兴券绑悠悠卡 要先除三千块 等花光了三千块 中央跟北市会把回馈金回到你的悠悠卡 那我老公 他还不知道 他以为傻傻了就是钱会先进来 然后他就可以一直逼 所以他有抢 他可以一直逼 没错了 然后学生的悠悠卡 可以搭车 看电影 逛夜市 都可以 所以现在学生都规划 暑假的振兴券 在暑假要怎么用 对 因为学生比较多没有信用卡 或是没有什么配可以绑 对 那新下还有一对夫妻朋友 老婆打算拿三倍券 去买空气清淨机的 对 因为其实我相信 你看夫妻关起门来 想说我们现在有三倍券进来 像好像面子上有六千块可以花用 大家就会讨论 那有一对朋友 他就是老婆就精打细算 想说因为卧室有的时候会有尘满 他就跟老公讲说 我觉得我们这样两个加起来大概六千块 我们就可以去大卖场去看说 大概可以买个大概六千块的空气清淨机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这样子 老公也是来 老公就说 可是我觉得空气清新 我也是闻起来没有感 很像就是有加分多金的感觉 也没有啊 我觉得我无感 而且如果说你要买的话 不然你自己用你的三倍券去买嘛 多的钱你就自己添 就这样子 那老婆当然就也是气泡泡啊 就会觉得说 没有啊 还是一样 这是家里面的开销嘛 于是老婆也气了 就跟他老公讲说 好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以后我开空间经济器在卧室开的时候 你就不要给我进来 你不要偷吸我已经干净后的空气 偷吸 你不要偷吸 没有偷吸 他有这个偷吸在 我就是普通的呼吸 对 你不要 你就是待在客厅 你不要进来这样子 天啊 对 然后老公也是气嘛 就说好啊 那既然大家要来分你我了就对 好 没关系 你开 我就是不会进去 老婆就加码就说 我跟你讲喔 开以后的30分钟 你也不准进来 因为那时候空气还是干干净净的 你干干净净净的 那个门缝 到时候买的话 门缝全部都要塞起来 干净的空气会飘出来 会浪费我干净的空气 因为那是我三费券买的 这样子 对 然后老公就是很生气嘛 然后接下来 你看老婆就是真的是 开始咄咄逼人嘛 她说还有喔 如果今天你进来我的卧室 因为空气已经是过滤过 是很干净 你敢偷放屁 那就是污染我的空气 拿钱 我也要跟你收钱 天哪 所以那一天我跟你讲 东西还没买 只是在讨论说要怎么用 已经吵翻天了 老公就说我跟你讲 从今夜开始 我不会再跟你再 那个共诊同棉了 我去客厅睡 不是他就搬去客厅睡 他说我要去习惯 我的客厅的空气 你在高级嘛 你要买空气清净机 你要爱怎样 就怎样去用 我会去偷弃你的空气 好惨喔 对 我就觉得 大家这样讲会觉得 还蛮好笑的 可是当初我朋友跟我讲说 两个就是当场在那边吵 那个气氛就会非常的火爆 这个是人性的挑战 到底什么原因 他老公这么坚持 不给那三千块 他都会觉得 这我要有感啊 那我不想要 就是空气清净 跟我有什么关系 感觉是这个台词 很像你老公讲的话 对 是不是就在你家发生事 其实不是 真的不是 所以还是发到旅游比较好 因为旅游全家都可以用 我们就在那边吵个人的东西 我们就在那边吵个人的东西